怀柔的长城 一专一石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头戴红色安全帽 手拿登山杖 背着双肩包 挂着小相机 一位年近古兮的老者 步履矫健 行走在剑扣长城上 程永茂是土生土长的北京怀柔人 修缮长城已经二十年 足迹遍及黄花城 牧田玉 耀子玉 青龙强 针扣的 在他看来 长城修缮主要面临着三难 第一是用水难 拿着几公里 经过几个洋城高压棒 把它打到山上 能满足生命水 第二个就是运料难 运料难就是用骡子驼 没有机械 机动车用不上 放到长城下以后呢 咱们有个小机子把它垂直倒到架子上 是吧 由那个点开始都得扛到这边吧 都得扛 另外是施工站 操作面有的 赶上那个陡峭部位呢 非常危险 在修缮长城的二十年间 城永茂从多年积累的经验中 总结出一套舞随工法 即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 这既保护了长城遗址 古朴沧桑的风貌 也使得长城文化得以延续传承 你看这锁的这坡度 随着坡度随着弯度 是吧 在这体现的就非常的直观了 是吧 点下的随坡 是吧 随弯 又随旧 还要随着弹 随上层以后 那一弯 外弯 这么一个S弯 做得非常的到位 这就咱们祖先 这个匠人的精神 因地制宜 不是死般教条 近几年 程永茂还学会了计算机辅助设计 他用现代技术 画出修缮现场的细节 测量的实际数据 以及俊工图 这些宝贵的资料 可为日后的修缮工作 做参考 在建扣长城的正北楼 程永茂对记者说 在我心中 这座敌楼是最美的 这个旋门你看都是带雕刻的 别的旋门都是砖的 有的是部分是石头的 但是不带雕刻 说明它的等级非常高 你看那窗子这口 它是八字的 为了向外观情的时候 视线宽阔 非常的美 每一段的审美 在我这脑瓜子都形成了很深的印象 我等我相当于和在咱们古人在 我们在对话那感觉 我就能到他原来干活的时候那情景 都在往那里浮现 他在干什么 我当时我要是参加了当时的那个 这个加入这个人群的话 我会怎么干 我跟他对话的感觉 北京怀柔建扣长城 可谓是险峰断崖之上的长城 蜿蜒盘缓 形如满工扣建 自2016年起 连续开展了四期修上工程 总长度504米 建扣长城五期保护修上项目 于今年6月6日正式开工 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完工 能够20年如一日的坚守 实际上就是我对长城有一个份 很深厚的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因为你热爱长城 你来到长城就等于是和咱们的古人在对话 这种心情别人感悟不到 但是身边的人很多人就说老城 他对长城都已经很痴迷的状态了 但是这个痴迷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在采访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 程永茂与记者说起 这些年的工作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他经常带的午饭是爱人亲手做的椒盐烧饼 不过在修缮长城的20年里 他从来没有带自己的家人上过长城 看过自己的工作环境 怕他们看到后会因为太辛苦和太危险 而不让他继续干了 人生就是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你让人真真地做好一件事 人生最大的幸运 就是你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就是踏踏实实做一名长城庸家 老祖宗留下这珍贵宝贝 我们一定要传承下去